今天咱们用鸡腥肉做一道好吃的美食 您肯定能学费 不好吃您过来打死我 鸡腥肉切丝 加料酒 蛋清 淀粉 给它抓匀 加食用油搅拌均匀 热锅凉油 下入肉丝滑熟 碗中加三勺生抽 两勺醋 一勺蚝油 老抽 白糖 淀粉 水 给它搅拌均匀 锅中有热爆香 葱蒜干辣椒 加入皮鲜豆瓣酱 炒出红油 下入胡萝卜青椒木耳丝 炒至断生 下入肉丝 倒入调好的碗汁 翻炒均匀出锅 好吃的鱼香鸡腥肉制作完成 孩子炒喜番 您学费了吗 喜欢学会的朋友 点亮爱心支持 感谢大家 喜欢吃鸡爪的宝子 千万别划揍 我找到了一款鲜卤后口的鸡爪 里面还有津津洞道的豆皮卷 这个真的惊讶到我了 没想到这么好吃 鸡爪越啃越香 肉质很紧实 很有嚼劲 而且配的表很干净哦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吃饭没什么胃口 可以试试我吃到腌辣椒 开胃又下饭 腌辣椒 我们首选这种螺丝椒 皮薄肉脆 洗好的辣椒 硬刀切成四半 加姜蒜片 小米辣 香菜段 撒入炒菜适量的盐 给它翻拌均匀 腌制一个小时 锅中有热 放入葱姜 香菜段 炸至微微变黄 加花椒 八角 桂皮香叶 这个时候 一定要小火慢慢的炸 炸至色泽金黄 炸出香味以后 捞出料渣 然后加两勺松抽 两勺醋 一块冰糖 半勺老抽 烧开熬上一分钟以后 放凉倒入碗中 腌制三个小时以上 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腌辣椒 香辣爽脆 特别下饭 喜欢就赶紧收藏 做起来吧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吃饭 没什么胃口 可以试试 我这道腌辣椒 开胃又下饭 腌辣椒 我们首选这种螺丝椒 皮薄肉脆 洗好的辣椒 硬刀切成四半 加姜蒜片 小米辣 香菜段 撒入炒菜适量的盐 给它翻拌均匀 腌制一个小时 锅中有热 放入葱姜 香菜段 炸至微微变黄 加花椒 八角 桂皮香叶 这个时候 一定要小火慢慢的炸 炸至色泽金黄 炸出香味以后 捞出料渣 然后加两勺松抽 两勺醋 一块冰糖 半勺老抽 烧开熬上一分钟以后 放凉倒入碗中 腌制三个小时以上 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腌辣椒 香辣爽脆 特别下饭 喜欢就赶紧收藏 做起来吧 自从有了这个麦片 就再也没有做过早餐了 早上用开水一冲 就可以了 好喝饱腹 还健康 每天可以多睡十分钟了 关键这个活动 十二代才各位数 牛蹄鸡我喜欢这个烧烤味道 所以我又回购了两下 它吃起来是QQ弹弹 脆脆爽爽爽的那种 超有嚼劲 而且越吃越香 不知不觉就会干掉半箱的那种 我告诉你啊 大鱼大肉要是吃腻了 凉拌苦局你一定要试试 清脆爽口 清淡解腻 首先苦局加入清水 反复的洗两面 切成小段 控干水分 放入盆中 加入红椒丝 洋葱丝 一块散子 18粒花生米 碗里加入蒜末 干辣椒段 浇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 然后加盐 鸡精 白糖 一勺白醋 用筷子搅拌均匀 倒入调好的料汁 最后用我性感的调手 搅拌均匀即可开吃 是不是很简单 把你做起来吧 我告诉你哦 以后这个东西买回来 你别再扔了 你就像我这么做 做法简单 清脆爽口 首先蒜蓄放入盆中 加一勺面粉 一勺盐 适量清水 给它浸泡10分钟 这样就能有效去除里面的脏东西 然后控干水分备用 蒜苗先切成段 然后再切成丝 放入盆中 加红椒丝 豆骨 一勺热油 激发出香味 再加盐 鸡精 白糖 一勺生抽 一勺陈醋 一勺蚝油 然后用我性感的小手 给它抓拌均匀 就可以开吃了 清脆爽口 开胃解腻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做起来吧 我告诉你哦 以后这个东西买回来 你别再扔了 你就像我这么做 做法简单 清脆爽口 首先蒜蓄放入盆中 加一勺面粉 一勺盐 适量清水 给它浸泡10分钟 这样就能有效去除里面的脏东西 然后控干水分备用 蒜苗先切成段 然后再切成丝 放入盆中 加红椒丝 豆骨 一勺热油 激发出香味 再加盐 鸡精 白糖 一勺生抽 一勺陈醋 一勺蚝油 然后用我性感的小手 给它抓拌均匀 就可以开吃了 清脆爽口 开胃解腻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做起来吧 我告诉你啊 以后家里来客了 你就做一道这样的小酒小凉菜 特别的爽口 树上摘着金针菇 切去根部 四种小朵 锅中水开 下入撕好的金针菇 煮熟捞出 放入蒜末 红椒丝 黄瓜丝 胡萝卜丝 加入盐 鸡精 白糖 一勺生抽 一勺陈醋 能吃辣的 放点辣椒油 再来点香菜段 最后用我性感的小手 抓拌均匀 就可以开吃了 酸辣爽口又简腻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试做吧 下酒菜要是有排名 今天这个凉拌黄瓜 已经能进前三 地里挖着两根黄瓜 拍子也再切断 加洋葱 香菜 炸好的花生米 蒜末 盐鸡精白糖调味 生抽 陈醋 好吃的关键 多倒点油块辣子 有条件的 来几片酱鸟肉 用我的右手 抓拌均匀即可开吃 或者脸皮 向大家要几个双鸡 谢谢啦